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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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华北地区的大陆冷气团 它正在逐渐的南下 这个冷气团的强度 今天已经上修到了寒流的等级 说到这个寒流的影响 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气温 又会再下降一些 从今天开始 一天会比一天还要冷 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白天的气温会变得比较冷一些 低温会来到12到13度 而在中南部地区 温度上就是比较舒适了 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末 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寒流的影响 礼拜四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是我们受到这寒流影响最大的时候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低温会降到8度 甚至还会再更冷一些 另外在高海拔的山区 气温也是偏冷的 像是在玉山以及荷欢山 这一周都有机会可以降雪 玉山的低温 甚至会降到零下7度到9度 观众朋友不妨规划一下 赏雪的行程 上山碰碰运气 接着带你来看 为你整理的上海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台湾又湿又冷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 中南部虽然说温度感受上比较舒服 不过日夜的温差将近10度 要提醒家里有长辈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 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